登記者 主席 主席還有陳主委 與會各列席官員還有各位同仁 是不是請陳主委 理會你好 主委 你好 我想主委啊 因為我最近當然股市是個經濟的橱窗 最近我們看到整個股市 几乎 这个量一直在萎缩 那其实这段时间是景气转好 但是 这个中央银行 尤其是盆总裁说 外资也进来很多 那为什么 这个最近当然 他的这个 股价的指数有维持在那里 但是量一直在缩 那散户啊也不敢进来投资 这个到底 存在的原因是在哪里 其实最近的股市是算平稳啊 平稳问题是他量一直在缩 你不觉得吗 其实这个股市量跟那个 有时候会跟他价格的起伏也有点关系 价格的起伏也有点关系 但是你不觉得说 最近 这个他维持在差不多八千点左右 但是啊 他的量一直在缩 那这个就有点怪异的现象 包括你说中央银行 盆总裁说 这个外资进来很多啊 那你包括散户也不敢进来投资 才造成说 那个量一直在缩 你不觉得这个里面存在的原因 到底是在哪里 其实我刚刚报告过 通常他会在这个价格比较波动 比较大的时候 特别是就是说 他整个 这个资金动能在这个变动的时候 他会有比较大的量 那如果说价格就平稳的时候 本来他就会比较这个稳定一点 那不过呢 以现在我们整体观察来看的话 其实还算是平稳啊 就是平稳 但是量一直在缩 这个当然这个领委关心这个问题 我们再进一步在这个查证一下 好 谢谢 主委啊 我想经济部队入资 参股产业 这个有许多这个积极的做法 但是媒体报导说 要不是 要这个要不要放宽 大陆银行来台 参股条件啊 尽管会说将在观察 那请问观察的重点 是在哪些 是因为 我们是在这个今年的年初 才这个开放啊 那个 入资可以这个投资我们的银行嘛 那是5%加5% 那所以因为刚刚实施的情况 我们呢 其实业界他们 实际他们就是说 去跟大陆这边 是不是有进了个洽谈 然后大陆那边的意愿怎么样子 可能都进一步 需要去观察 那经管会的立场 经管会立场 会不会放宽言来的标准 就是 我们需要去观察啦 然后而且这个标准 如果要改变的话 也要 配合我们这一个 银行 两岸这个金融往来相关的管理办法 它的这个 规定的 这个修正 纳先去检讨 那因为那个修正 可能他要这个 不是经管会这边的 单一机关的资权 所以还有一个程序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整个观察 然后再 并到那一个办法的修正里面 再去检讨 主委啊 因为目前大陆银行有接触 设分行或者参股的数目 是不是 有符合我们的预期 这个部分是 本来就是在我们的预期 因为他有一些资格的条件的 那符合这个资格条件 大概之前都已经有一些了解了 那所以说以目前来讲 他们来设分行 以及参股的数目 现阶段有没有来接触过 现在分行是这样 他们已经有两家办事处 他们是可以升格为分行 然后他们现在也申请 我们也准他们去筹设 然后现在在申请开业 是这样 那另外呢 还有两家的办事处 那那个主委 我国银行到大陆到底是 设分行有利 还是参股比较好 这主要是看银行他们自主的经营的策略 那我们现在是这样子 我们已经没有限制说 他只有所三则二二则一的 现在已经没有这个限制 所以他可以根据他自己的策略呢 去做一个对他最有利的选择 所以如果他已经有分行了 他要在参股了 现在的法规制度也没有说不允许 但是我们会各样去 在财务的那个监理 这个当然要我们来核准 那另外的话就是 他全部对这个大陆的这些投资 这个部分我们有对他那个禁止的限制 比如说如果说他是整体金控 不能够超过百分之十 然后如果是这一个银行 不能够超过百分之十五 这有全面的这个整体的 那个财务的管理 财务的管制 在这个管制下就允许他们自己去做 对他们最有利的 这些经营策略的安排 这样哦 那个主委啊 针对参股 财委会决议说会维护本国银行的资产 那金管会应督导本国银行 要跟大陆银行相互参股前 要先做资产的重估 那请问金管会要怎么落实这样的一个督导 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最主要因为我想我们财委会这个决议 其实是这个蛮有正面的意义的 也提醒我们这些金融机构 他要注意他在这个参股的时候怎么样子 让他的这些这个该办的重估 这个部分他依照规定去办 那我们呢也会这个 最随时的这个注意他们有没有任何在做 大概是这样子 那个主委啊 针对资产重估 金管会要怎么查证他的真实性 资产重估的话 因为现在有一套的规定 有一套的规定 那这套这套规定走就完 那会计师他会去查核 所以说会计师他会把它处理的 这个没有问题 现在整个财务的审查 基本上都是会计师的责任 而且会计师这部分的话呢 目前他们其实做的蛮专业的 主委啊 我想陈冲院长说 目前我们整个金融业体质 堪称是史上最佳 那预望比比较低 预望比低 而且资本市足利超过法定的二分之一 那现在做金融整并是最好的时候 那请问如果要整并 金管会要从哪些金融业去着手 我们对于这个整并的态度这样 就是说我们尊重他商业的机制 然后尊重这个他们金融机构自己的选择 他们应该选择 对他们自己呢 最这个有忠效的这样子的对象来进行 那我们主管机关这边 我们是维持法令制度的透明 让大家在这个制度之下 他很清楚知道说 只要他符合这些相关的规定 做到这个充分保护投资人的权利 然后这个维护到这个相关的 这个金融机构的员工各方面的生计 那这个部分呢 政府这边就会乐观其成 那目前有没有进行这个有关于整并的公民银行行库 其实这个整并的话 他们业界的他们会自己这个谈好 然后来向这个政府这边来申请 那因为整并的工作 这个往往会牵涉到这个市场重大讯息的问题 所以这部分其实他们在这个资讯的 就是说那个消息的这种 应该叫保密方面的话 他必须要认真自己去控制 那所以一方面的话 这种讯息 他自己要好好的就是保密 另一方面呢 过去呢 其实我们也协助 像这个原大去病保来症这个部分呢 政府这边也是协助他们 这个手续都办得很顺利 那像这个 这个 群役 并经顶这个案子也是办得很顺利 这样吼 那个主委啊 媒体报导金管会版本的金融机构合并法 修正朝案将删除上届立委 增列的二次金改条款 那即 公股持股百分之十以上的金融机构 并购虚项立法院专案报告条文 以免阻碍金融诊病 那请问今晚会删除条文的用意 是不是 案子立委 阻老金融诊病 跟林委报告 他是这样 他是因为借起不联系的关系啊 所以这一个要再重新送到 那你认为有没有必要 然后现在这个在行政院还在审查 这个案子其实还没有 还没有送出 那你认为这个有没有必要 嗯这个部分的话哦 呃我们基本上面 还在行政院审查之中啦 那因为这个要不要报告 这主要财政部的职权啦 所以我们就这个部分 我们可能还是要这个尊重财政部这边的看法 这样哦 是 那个主委啊 尽管会说要对尔必达 执行假扣押 必须先确认 投资人对尔必达 拥有债权 请问是不是一定要等尔必达 这个TDR下市以后 投资人向尔必达 请求买回 而尔必达 不买回时 投资人才有 请求权 政府有没有办法 主动替代啊 这个投资人来积极求查 这个部分哦是 比较牵涉到这个法律的 技术面的问题啦 那现在这个我们投资人保护中心 还有这个证券交易所 另外的话 就他们的存财机构 第一堂也是在协助整个在密集的规划 看用什么方式 能够帮投资人维护到最好的权益 那 是不是要下市 提早下市 这一块的话 我的了解是他们讨论的结果呢 证券交易所 是没有做这样一个打算 主委啊 我请问你 尔必达到底在台湾有没有资产 台湾有啊 有是不是 有部分的资产 有部分的资产 因为本席认为 等到投资人有求 有求 求权后 请求权后 政府才能向日本尔必达提出 主张 那发动必要的保全措施 那请问尔必达会不会已经脱产 那投资人却 要不到半毛钱 会不会有这种状况 这个部分 只必要确保这投资人的权益的话 他们持续在讨论 所以今天他们还在讨论 我们会把委员 大家顾虑这些问题 我们再请他们再仔细再 我是认为 站在金管会的立场 也要维护啊 这些投资人 他们的权益 是是当然 当然这个维护 他们投资人的权益 本来就是我们的 责任旁贷的事情 好 谢谢 陈主委 为了结束